看看新闻网 他们荷包有没有被花空呢 来看一下 在消费清单中 新娘杨幂的这身行头是最烧钱的 一套婚纱 一套白色长裙 外加戒指 手组两件首饰的总费用 共计人民币912万元 其次的另一个大头 便是场地费用 虽然只是租用了 巴厘岛五星级酒店的 一个小型庭院 但是半个小时的场地费 加上酒水费 就要44万元人民币 而小夫妻俩 加上双方父母 共租用了两套别墅 两个晚上加起来的费用 是98万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 此次包括杨幂 以及双方父母 以及亲友往返的 30张商务舱机票的价格 为160万元人民币 这样算来 这场婚礼总共支出 约合人民币1170万元 听到这儿 是不是已经挺惊人的了 别急 这1000多万 还不包括 出席嘉宾的开销花费呢 开销是惊人的 花钱是流水的 但是新人的甜蜜 瞬间也是真实的 所以只要他们开心就好 至于婚礼的开销嘛 也只是两人片酬的小部分 毕竟婚姻大事 就算是下雪本 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而刘凯威 也婚礼当晚 学刘太太在微博 晒恩爱 刘先生学刘太太 在这里 谢谢大家的祝福 而回看杨幂 三年前的微博 那时也提到了刘凯威 但却是否认飞轮的 首先感谢威爷前辈 出演我的首支MV 然后然后 据说我们俩 现在有了飞轮了 我们俩 我又多了一个男朋友 各位真的心心好吧 这样下去 我真的嫁不出去了呀 别闹了 一晃三年 当年的绯闻对象 成了真命天子 要说缘分就是如此神奇 兜兜转转 回到原点 娱乐星天地全体工作人员 也祝这对有言之人 幸福长久 恩爱到白头 娱乐星天地 再祝两位早神贵子 综合报道 再次恭喜两位新人家 天成